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潔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潔 今天這個突發影片想跟大家講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黃營裏面什麼最多 原來是水魚最多 為什麼 原來早前有一個因為襲警罪成的小學老師 叫做楊博文 因為罪成之後被學校解僱 當然是因為罪成被學校解僱 但其實是涉及很多原因 然後用這個原因來賺錢 怎樣賺錢呢 就是去眾籌 結果被警方發現涉及的款項是多少錢 是差不多600萬港元 真是黃營什麼都不多 可能水魚最多 稍後會講這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有報道指發現胡志偉 原來是跟一些色情場所有關 究竟為什麼 什麼事 是不是真的 即是他們的圈子裡 連政黨都這麼混亂 稍後會跟大家講一講 在節目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訂閱文潔新時代頻道 按鈴鐺按鈴鐺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首先想講一下因為襲警罪 然後判了囚禁九個禮拜 九個禮拜的小學老師楊博文 楊博文在早前 九月八號的時候說要眾籌 因為說他自己沒有工作 然後家人又要養 爸爸又要每天注射胰島素 胰島素因為糖尿病 媽媽又情緒不穩定 又說到自己很慘 走投無路 所以沒有辦法之下 又沒有公開 又要照顧兩老 兩老又有一些嚴重疾病的時候 吸引到很多黃營裏面的一些粉絲 忠實粉絲 去想幫助他 想支援他 楊博文怎樣呢 就是把他自己的渣打戶口 中銀戶口 轉數塊的戶口放在網上 希望可以眾籌五十萬 應付長期病患者的父親母親的 醫療開支和生活費 當時他說他自己的財政狀況非常之差 其實楊博文究竟發生什麼事 就是上年發起大三霸的時候 黃營發黃黑發起大三霸的時候 有一個黎明行動在11月11日 而當時29歲的小學男教師楊博文 在清晨的時候 響應這個活動在上水 駛駛他的私家車 然後警員折查的時候 他居然襲警 一腳踢到警員的肚子裡 立刻被警方拘捕了 然後當然判定襲警罪成 那時候吳仲義法官 將他還押在小嵐精神病院 因為覺得他是不適合做老師 不適合教書 其實是因為當時 法官說他不適合教書 其實學校都會考慮法庭的判決 當時他已經進入小嵐精神病院 所以多方面的原因令學校不和他俗約 他很慘地說 在9月8日9月9日的文章裡 他說原先在2019年11月11日 被捕那個禮拜 應該要代表香港去到菲律賓參加沙牌比賽 因為他原來是香港沙牌代表隊的其中一個成員 然後就說被捕的時候身上多處受傷 其實為什麼你說你身上多處受傷 應該是警察身上多處受傷 需要入院治療所以被迫退 入院治療是否入小嵐精神病院 當然他不會把很多譯跡都說出來 然後被迫退賽 面對牢獄之災的他 前路茫茫也不敢再說什麼 代表香港出戰或出戰奧運的夢想 然後在7月的時候被辦學團體解僱了 還要說上訴得不得值都不會改變解僱他的決定 是因為解僱他的決定是因為他參與一些黃黑活動 阻礙整個香港的發展 還有不知道他在課堂上有沒有宣揚一些港獨問題 這些也有機會是學校解僱他的原因 而不是他犯任何法例 就是未判或上訴得不得值的決定 是因為他個人多方面的行為而決定 還有文潔想指出一件事 運動員是沒有資格反政府 為什麼 運動員如果希望你自己更上一層樓 去到世界頂尖或者贏得到賽事的話 你沒有資格反政府 為什麼 因為你贏了賽事的時候 在頒獎台上你是需要播國歌 要聽國歌 要唱國歌 要尊重國歌 你們這些反中亂港的分子 若然你們在運動員裡面 麻煩你退出這個運動圈 因為你只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 你根本不想在頒獎台上面 去播國歌的 就是說你什麼 你其實根本都不想贏 這兩個論點已經令到你 你做運動員 你是想希望為港爭光 為國爭光 你根本沒有這個為港爭光 和為國爭光 這個榮耀之心的話 你是不應該做運動員 我 我是知道 現役運動員裡面有很多個 是黃絲 也有機會是黑暴 也有很多是反中亂港 不滿政府 不滿中國 但是 他們依然是接受我們國家的一些 以前的專業運動員過來培養他們 浪費我們香港的資源去培養他們 一群人應該自己早日 去退出香港隊 去脫離香港隊 免得有一天 被不同的人 去指名到勝利 說你們是黃黑的時候 你們自己沒有面子 你們自己退出香港隊 不要再浪費我們香港的資源 因為你根本不想為我們香港 和為我們的國家 贏取這些榮耀回來 楊博文究竟發生什麼事 就是警方拘捕了他 說他洗黑錢 因為其實他9月8日 晚上的時候是中籌 9月10日的時候 他就說我已經籌夠了50萬 大家可以停止中籌 但是他就沒有刪回他的銀行帳戶 就是說很可能 就希望那些人繼續捐款下去 然後我們的警方說什麼 就是說他就說自己在公眾裡籌到50萬 但是發現這個人在中籌的時候 拿到587萬 懷疑有人利用銀行戶口 做一些清洗黑錢的用途 然後把他拘捕 當然他還要涉及到其他罪行 包括一些涉嫌詐騙的罪行 為什麼他說到自己要停止 但是他繼續收錢下去呢 還有他裡面收的錢 究竟有多少是中籌回來 有多少是不知名來歷的錢呢 那些會不會是報仇 要他做某些事情呢 很難說 還有一件事是警方發現到的 就是說原來這名男子不是很結據 因為他和他的家人旗下擁有兩個物業 包括一個物業是非自住的單位 就是說一個物業是出租收緊租 而一個物業基本上是不用交租 所以說一個物業已經有錢收 一個物業其實已經不用交租了 就是說他每個月有一個固定的收入 那為什麼他繼續籌款呢 這個是涉嫌詐騙 這兩個單位是總值多少錢呢 現在大約保守估計一千三百萬 一千三百萬你也想著騙過五十萬回來 不是啦 不要傻啦 他是想著拿過五百多萬回來 所以就是說這件事就顯示得到 第一件事他們有很多不知名的資金 是不知道怎樣拿回來的 不知道怎樣找回來的 很可能是涉及到外國的資金 或者境內的一些反中亂港的資金 也是涉嫌洗黑錢 第二件事就是說他們很經常利用這些手段 是去騙一些同情心 令到很多人是給錢出來的 這些就是涉嫌詐騙 證實了一件事就是黃營裡面什麼最多 錢不可以說最多 但是水魚很明顯就真是好鬼死多 第二件事就是想說一下胡志偉 大公報日前就踢爆 總持胡志偉涉嫌可以報開支 怎樣可以報開支 就是說向一間閃耀製作的租印 衝印機公司去買一些服務 而這個服務的公司就是閃耀公司的股東成員 或者創公司的成員是哪一個人 就是民主黨的創黨元老李建宜 還有就是佔中四岳之一 佔中三岳之一的兒子 朱耀明的兒子 就是說朱木華 懷疑違反國安法的其中一個人 還要是一個註冊的慈善老人服務中心的機構 就說這個機構每個月為胡志偉提供清潔服務 涉嫌違反稅局裡面一個豁免慈善機構的註冊 還有很多帳目都是非常混亂的 還有很多錢是不知道去哪裏 還有不知道有沒有買勞保 還有沒有提供其他服務 這件事是早前大公報踢爆的 然後更加進一步的被媒體踢爆是什麼 就是說胡志偉報銷了70萬的宣傳貨櫃車的開設 三年租印服務 亦都是由這間蓄印公司 閃耀製作有限公司一同時間去包覽 而這兩間閃耀公司 還有一間叫做閃耀娛樂製作公司 都是中途為胡志偉轉用租車公司 費用非常之多 這兩間閃耀公司的註冊地址是什麼呢 有一間就是黃大仙上村的老人服務中心 另一間公司就是由民主黨的前中委成員黃堅城 持有的公司 連這間公司的地方是什麼地方呢 就是一間悉程芬蘭浴中心 這間悉程芬蘭浴中心可以提供租車的服務 不是吧 上一次那間閃耀公司有提供清潔服務 你清潔什麼 你租什麼出去 是不是有問題 據這個胡志偉向立法會報銷的開支單據 就是2013年4月至2016年3月 每個月報銷一個5.5噸的蜜豆貨櫃車 作宣傳用途 宣傳車巡行的路線 包括觀塘區和黃大仙區 而這個閃耀製作 每個月收取一萬六千元的租任費用 包括司機費、油和集巷開支費用 但是報銷單裏面只是說 租用了12日的日數 而每日租車的日數和時段 包括了1400元的租金 但是對於這個車的相片 很多的牌照資料 各方面的資料 其實好像不是好覺 好像沒有這樣 而這個開銷也有問題 你怎麼會在骨牆借車呢 究竟什麼事呢 有一些記者就去骨牆查房 原來這個是大爺館芬蘭浴室 大爺館芬蘭浴室的收費是480元 包特兩小時 洗澡、飲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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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本身這四百多元就包裹飲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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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申報一下文潔所說的都是一些記者所調查得到的資料 不是文潔老作的文潔 都是將他們的資料整合完之後告訴我們的公眾 原來胡志偉裡面是這麼複雜的 包括老人中心、朱耀明的兒子、朱牧問涉嫌違反國安法的機構 然後再包括芬蘭育中心還要提供色情服務 那給錢過去買什麼服務那輛車又見不到 我又找不到我真的很想找不到 但裡面的服務就不是租車的服務 是提供其他的服務 整件事複雜到這樣 我真的很頭恨 然後昨天元朗監察會向廉政公署舉報 胡志偉涉嫌貪污 希望我們的ICAC發揮它的效用 當中有機會涉及到欺負公帑 涉及到私商秀秀 謀取私人利益 亦涉及到違反一些公職人員罪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鵝騙公帑 虛假文書 裡面顯示到的就是複雜程度非常之高 接下來會不會再畫得到更多東西出來 不知道 但其實文傑手上都掌握了幾樣 都幾爆的我自己的一個獨家資料 這些獨家資料在適當時候 然後文傑就會公開了 包括某些議員 某些頭目 文傑經常爆那個 姓黃不知道什麼那個 上次文傑就爆他 靜悄悄搬屋 我還有很多資料在手 適當的時候會告訴大家 所以大家記得訂閱文傑新時代的頻道 按鈴鐺 各位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文傑爆料的資料 記得記得把文傑這段影片和文傑的頻道分享出去 叫多些人訂閱和多些人分享影片出去 因為沒辦法不敢這樣宣傳 因為不斷被Youtube打壓 相信大家都看到自己無端端被取消了訂閱 取消了點讚 點讚都按不到 我都很無奈 我都很頭恨 非常頭恨 希望靠大家的力量可以抵抗Youtube的打壓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共同努力 共同把黃黑的人剷起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